好,今次我們很感謝 LANDING SOME 借出他們 30mm 的把槍 去做 MAC 的測試 為了我們提供測試的效果 我們會用 Tracer 的 BB 彈去做一個測試 BB 彈的重量分別是 0.25、 0.28 和 0.3 珠 我們用的槍款會用 U-MORE-X GLOCK 19 和 Tokyo Maui Hi-Cat 5.1 其實今次測試的內容是為了 想讓大家知道換了 MAC 黑膠後 射的距離和穩定性是有多高的 不說太多了 我們先在 20mm 做一個測試 首先用 U-MORE-X GLOCK 原裝黑膠做測試 然後再轉用 MAC 黑色黑膠做同樣的測試 所有的測試我們都會以水平直線的方式 瞄準在把的中間位置 你們會看到無論是 0.25g 、 0.28 或者 0.3 的 BB 彈 用原裝黑膠的情況下 在 20mm 的射擊距離都會出現有下墜的情況 而換了黑色黑膠之後 彈道會明顯較直 同時射擊距離都會有明顯的改善 特別在用 0.200g 的 BB 彈 的時候效果較為顯著 另外現在我就用大家最熟悉的 Tokyo 某一 Hi-Cat 5.1 去做一個測試 先用原裝黑膠 然後再轉用 MAC 的黑色黑膠去做測試 在測試的過程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 原裝的黑膠 雖然是打到它的把 但彈道會偏向下 證明了原裝的黑膠 效果已經不足夠應付到 20mm 的距離 當轉了 MAC 黑色的黑膠之後 彈道明顯會是以直線飛行到達到把的中間位置 測試可以知道換了 MAC 黑膠之後 黑膠的介入可以大大增加到射擊距離的效果 去到 30mm 的射擊測試了 同樣都是用 UMORES GLOSS 19 配合原裝的黑膠 然後再轉用 MAC 黑色的黑膠去做一個對比測試 在這個距離來說 因為 GLOSS 19 內管比較短 用原裝黑膠的時候 已經有很明顯的下聚情況 證明了 BB 彈在內管比較短的窗的時候 是非常需要黑膠的介入 從而令到它的射擊距離會提高 而原裝黑膠正正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當轉用了 MAC 黑色的黑膠的時候 由於 MAC 黑膠可以給 BB 彈更有效的黑膠效果 令到它射擊的距離大大增加 在 30mm 的距離之下 都可以輕鬆地上到 8 另外用三種不同重量的 BB 彈 可以見到如果用 0.3g 的 BB 彈 會有更加平穩的飛行效果 除了 GLOSS 19 之外 當然我們都會測試 HICAC 5.1 在 30mm 的距離之下 用原裝黑膠和 MAC 黑色的黑膠的分別 同樣在原裝黑膠在 30mm 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下聚情況 證明原裝黑膠未能帶給 BB 彈有一個有效的黑膠效果 從而令到 BB 彈可以有相對應的距離 當換了 MAC 黑膠之後 由於較佳的抹氣效果 下壓點較長 令到 BB 彈可以充分得到加速 以及也有上旋效果 從而去到 30mm 的距離 都有足夠的動力去推動 令到 BB 彈更容易上到靶 以及可以有一個更遠的距離 MING PAGE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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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測試已經完成了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來到我們PTS Steelsoft 選購 記得按讚我們的 Facebook Follow我們的 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如果有問題的朋友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親自解答你們 Bye Bye